我们马上要请出来自 Vizor Within的佩萱姐姐 哈喽 哈喽 姐姐好 哈喽 左里班长 早安 早安 哇 非常感谢你的介绍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同事也非常的紧张 哈喽 我们全部只是要来听故事 而且这个狗熊 我们要讲的抓狗书 真的是超级好奇 所以我们不如现在 马上开始这个故事好不好 好 可以 谢谢 那小朋友们待会我们见咯 拜拜 好 拜拜 好 各位小朋友 大家早上好 哇 我看到好多留言 各位爸爸妈妈 小朋友早上好 好开心 好开心 莫莫早安 好 今天我们要去捉狗熊 今天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的冒险 小朋友 如果你有看了这个故事的话呢 等一下可不可以跟佩玄姐姐一起做活动呢 好不好 因为每一面的活动都需要很大力的那个动作 然后我们才能去看看 到底我们等一下要去找的东西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刚刚也看到了题目是捉狗熊 我们怎么去捉狗熊呢 小朋友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来 拿捏软身 扭一扭头 准备好了吗 还有还有 等一下呢 佩玄姐姐说完了故事呢 我们会做一个延伸活动 这个延伸活动呢 是四个口袋的故事 我们来一起创作自己的冒险故事好不好 那等一下呢 材料非常简单 只需要纸张 然后呢 一些彩色笔 铅笔 然后可能简单的话 如果需要的话 可能需要贴纸或者是江湖之类的 那我们最主要呢 就是有纸张还有颜色笔咯 小朋友 等一下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做延伸活动好不好 好 谢谢 OK 哇 非常非常开心看到大家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呢 佩玄姐姐本身是来自VisaVidin这家公司 那么我们呢 今天即将会送出这一本书 像Jolie姐姐刚刚有提到的 那大家看到的话 赶快分享出去分享给你的朋友 然后Tag三个朋友 等下有机会引起哦 Jolie班长即将会抽出信念额 好 我们一起来准备听故事了 小朋友准备好了没 好 我们看到好多人准备好了 OK 好 那我们一起来进入故事环节了 那佩环节 佩玄姐姐今天呢 会从屏幕上让大家看到这一个故事 好 大家有看到了吗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去捉狗熊 好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 我们要去捉狗熊 我们要捉一只大大的 我们要捉一只大大的 天气这么好 没什么好怕的 哦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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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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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我们一起来跨过了这一堆野草 接下来要去哪里呢 我们要去捉狗熊 我们要捉一只大大的 天气这么好 没什么好怕的 哎哟 河水 有凉有深的河水 上面飞不过 下面转不透 天呐 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跨这个雨河水好不好 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跟我来一起坐哦 花花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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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呃我们一起来过河水哦 哎 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快慢走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呢 哦 我们要去捉狗熊 我们要捉一只大大的 天气这么好 哎哟 没什么好怕的 哎哟 烂泥 又深 又深又黏的烂泥 上面飞不过 下面转不透 天呐 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 哎哟 我们遇到了烂泥 这一次我们一起来走过这个烂泥好不好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好 跟着佩萱姐姐一起动哦 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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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 一步 一步了 yıl i p d d de 小兴 wow 哇,这一次踩过了烂米,我们会去哪里呢? 我们要去捉狗熊 我们要捉一只大大的 天气这么好,没什么好怕的 哎哟,树林,好大,好深的树林 上面飞不过,下面钻不通 哦哦,天哪,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 小朋友,准备好了要进去树林了吗? 准备好了哦 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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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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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走进去了树林里 噓 我们要去捉狗熊 哦,要捉一只大大的 天气这么好,没什么好怕的 哦,哎哟,风雪,又急又大的风雪 上面飞不过,下面钻不透 哦,天哪,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 哦,来了一场风雪呢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一起度过这个关卡咯 哦,呼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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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好大好大的风呀 哦,噓,好冷好冷 哦,我们能不能度过呢? 噓,噓,噓,再一次我们到达了哪里呢? 咦,我们要去捉狗熊 我们要捉一只大大的 天气这么好,没什么好怕的 小朋友,一点都不怕吧 哎哟,山洞 我们看到了山洞 又窄又暗的山洞 上面飞不过 下面,嗯,钻不透 天哪,怎么办呢? 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一起进入山洞了 准备好了吗? 捏手,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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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是什么呢? 哦,我们来到了山洞 小朋友猜一猜 这次他们遇到了什么呢? 噓,准备好了吗? 噓,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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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毛毛的大耳朵 还有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呢 嗯,嗯,知道看到了什么吗? 嘿,是谁呢? 是一只大狗熊 哦,我们看到了狗熊 怎么办,怎么办 嘿 快,快,快跑回洞口 捏手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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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跑 好 跑回风雪中 呼呼噜噜,呜呼呼wood 嘶 嘶 噓 噓 好冷,好冷 赶快跑回树米里 咯咯碰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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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跑 一起跑 趕快跑 不要往后看 赶快跑回 跑到烂的地 快跑快跑快跑 跑回河水里 花花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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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我们快跑 赵石要去到哪里了 赶快跑回野草地 稀稀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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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赶快赶快 赶快跑到大楼前 打开门上楼梯 发现天哪 我们忘了关门 赶快跑到楼下 跑跑跑跑 晚上大人回到楼上 赶快跑进房间里面 赶快跑上床 躲在杯子下 噓 噗 好惊险啊 我们再也不敢去捉狗熊了 好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哇 哇 非常开心 看到大家好多的留言 哇 小朋友 看到了这个故事 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惊险呢 哇 沛闲姐姐都流了好多好多的汗了 哦 哇 好惊险好惊险啊 哇 那大家 还敢不敢去捉狗熊呢 嗯 还敢不敢去捉狗熊呢 哦 不敢 不敢捉狗熊了 但是大家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呢 一开始的时候 是啊 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冒险旅程 尤其是和家人在一起哦 哇 看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险 好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故事呢 我们接下来 一起来做一个自己的冒险故事 好不好 小朋友 大家准备好了纸和彩色笔了吗 准备好了吗 诶 我来看看哦 嗯 哈喽 欣宜 哈喽 哇 小薇 谢谢你 诶 是 小朋友都准备好了纸 还有彩色笔吗 准备好了吗 有吗 诶 是 因为呢 我们今天要来做自己的冒险故事哦 这是其中一个范本哦 它是有四个口袋的 好 那我们来看哦 我们要怎么制作这一本自己的冒险故事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好 那各位小朋友 来我们来看看哦 这个故事要怎么做呢 好 佩玄姐姐其实做了好几个不同的角色 那我们就依据刚刚的冒险故事来做这个 好不好 好 小兔子 哎呦 开门离开了家 咚咚咚咚咚咚 走啊走啊走 咦 去到了森林 它遇到了谁呢 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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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好,那我就离开了,要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诶,我走到了山坡上面 哇,看到了好多好多的树还有野草 还有好多美丽的花 这一次我想要爬上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诶,哇,看到了,哇,好大的惊喜 我拿到了一个萝卜 诶,还有萝卜吗,还有萝卜 哦,还有一个大萝卜 还有吗,我们来看看哦 诶,哇,踩到了三根大萝卜 小兔子这只非常的开心 准备要回家了,嗯,再看看 啊,还有一个萝卜 哦,这次遇到了 哦,狐狸,狐狸跑出来了 哇,小猪真是非常的紧张 它马上跑回去了 连萝卜都不要了 跑经过的水,经过的森林 赶快跑回家 哦,躲进去了家里面 哦,好惊险的冒险旅程哦 哇,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做自己的四个故事好不好 有四个口袋的故事好不好 那准备好了材料吗 好,那佩玄姐姐这只是一个范本哦 这是做森林,兔子,还有其他动物的范本 小朋友可以依据你自己的创意来做这个书好不好 可能你喜欢Dinosaur,恐龙 或者是你喜欢Superman,有些Superpower 去到了哪里遇到了什么怪兽呢 可以依据你自己的故事来画好不好 那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开始要想看怎么样去折这个书好不好 那我们一起来制作这个书哦 好,现在呢,准备好你的词 好,其实我们需要两张词哦 OK,好,那第一张词 OK,好,这是E4词 好,那我们呢,怎么做呢 好,佩玄姐姐 对,看到了吗 我打横 OK,好,那打横了之后呢 怎么做 你就把它折一半 OK,可以吗 小朋友跟着佩玄姐姐一起做哦 我们来折一半 好 做好了吗 A4 非常棒 好 那折了一半之后呢 我们打开来 打开来 大家有看到中间有一条线对不对 小朋友都跟上 对,A4纸 对,A4纸 好 普通的纸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比较硬的纸都没有问题 好,那打开了一半呢 好,那我们大家看到哦 因为佩玄姐姐要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我把中间画个线 那你们都不需要画 OK,我把中间画一个线 好,可以 大家看到中间有线对不对 好,那这一次呢 你就把另外一面哦 就折,但是不要碰到线 至少留一个手指 可以吗 留一根手指的空间 好,那就把它拗了 折起来 好,小朋友跟上吗 非常棒 好的 那么另外一页也是一样 两个对折 跟着你的手指的空间 一样哦 一样大小 可以吗 那你就看到了这样的形状出来了 好 对 折一半了之后呢 一开始折一半 折一半了之后呢 打开来 那你在对折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直接碰到线条 好 可以吗 好,我看到了 好多人都跟得上 非常棒 好,那么到了这里呢 小朋友啊 要很小心 好,你打开的时候啦 打开另一面 那你就把这一个 折下来 对折 但是对准那一条线 刚刚你折的那一个线条 看到吗 好,我们就直接折咯 四个角都一起折 有看到吗 好 跟上了 好,谢谢 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面也是一样 跟这个是一样的做法 好,就把这个折了 我们把四个角都折起来 你就可以看到 四个口袋的书了 对了 哦,对了 刚刚加入的朋友们 如果可以把这个分享出去 然后tack三个朋友 有机会赢取书哦 OK 好 那么 这样子好了 就把它折回来 好,大家有看到吗 中间 我们是有位置的 OK 有位置的 好 接下来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 反后面 OK 转来后面哦 然后呢 我们把它对着 好 对了 我看到 哇 Dafin 明清药 已经好了 OK OK 好 OK 还有很多人也好了 OK 好 谢谢你 嗯 OK 这样子 做到吗 这个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就看到了 给这个口袋 是不是 OK 好 还有一个步骤就完成了 小朋友都跟上 对不对 好 在这样子的话呢 上面 我们把两张纸 一起折下来 但是要多少的空间呢 可能大人 可能需要一根拇指的 那小孩子 如果手指非常小 可能你可以两个 OK 我们大人就可以一个 好 跟着一个哦 那你就 折下来 两张纸 一起折 哈喽 Payon 你好 是 哦 Hoyfriend 已经好了 对对对 Bernice 对对对 折个四个脚袋 对折 对对对 谢谢你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好了吗 一起折下来 非常棒 好 那么呢 我们打开来 打开来的时候啊 看一看哦 你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必须把其中一个 把它转进去里面 把它折里面进去 OK 好 可以跟上吗 好 就会看到这样子的状况了 那么两个是这样子的 OK 好 塞进去里面 OK 好 Keliko Keliko 也是好了 哇 还有 Dora Deniro OK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呢 你可以往其中一个 直接把另外一面 塞进去里面 OK 往里面塞进去 其中两面都可以 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四个口袋的书了 哇 大家做好了没 嘿 哇 看到了吗 有吗 OK Jennifer 好了 谢谢你 OK 好 那到了这里呢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的四个口袋的书就已经完成了 OK 都有口袋是不是 那之前有提到了要带胶纸的原因 是因为呢 担心我们画的东西会透露出来 所以你可以把胶纸黏在下面 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必要的话都没关系 胚纸姐姐是没有黏的 胚纸姐姐是没有黏的 因为她挺稳固的 OK 好 那从这里呢 刚刚之前胚纸姐姐给大家看的是 嗯 森林呀 河水呀 好 这一次我就画一个水上的动物好不好 好 那我就做 尽快的做一个简单的 给大家看看哦 好 小朋友 你可以依据你最喜欢的角色来做 好不好 不需要完全跟胚纸姐姐一样哦 OK 好 那么呢 嗯 这一次呢 我想要怎么做呢 好 呃 我想要是 做一只鱼 好 我拿另外一张纸出来 这次我的角色呢 我要画一只鱼 小鱼姐姐也在这里哦 是小鱼 那小鱼 那我就画一只 泥模好了 泥模非常可爱是不是 那小朋友记得哦 可以根据你喜欢的角色来画哦 未必要跟胚纸姐姐一样 那胚纸姐姐要做的东西就是这一些角色 OK 明显的颜色 明显的颜色直接画好了 明显的颜色直接画好了 我画泥模 欸 泥模有一个大大的眼睛 哈哈 哈哈 泥模有一个小鱼姐姐画的好大 哈哈 再来呢 嗯 OK 这是她的线条 好 泥模 好 OK 我就画了一个角色出来 因为我要画一个海底的故事 我要画一个海底 所以我就画了一个角色 OK 等一下我要把它剪出来 然后呢就可以拿来说故事了 小朋友 那你画完了你的角色呢 可以涂上颜色 那胚纸姐姐就暂时把画放回来这里 OK 等下呢有时间我们再来上色 好 那我已经有了角色呢 我的角色是一只鱼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要做什么呢 嗯 我想一想我的故事 这一只鱼啊 嗯 它是做什么呢 它要离开它的家去冒险 好 那我想一想 可能 这一只鱼是 很喜欢躲在 贝壳里面的 好不好 好 那我就赶快要画一个很大的一个贝壳咯 嗯 好 就画一个大大的贝壳 那因为呢 它要打开来 这只鱼呢 是从这个 口袋打开出来的 所以它从这里出来 那我就把这个门啊 贝壳画得大大个的 OK 那小朋友可以根据你的创意来画哦 OK 嗯 我画了这个 大大的贝壳 OK 然后呢 嗯 等下有时间我们可以上色 OK 哇 这一只鱼 从这个贝壳里出来 嗨 小朋友都跟得上吗 好耶 哈喽 Yvonne 哈喽 Kerry 是 灰青 是 看到 是 我的鱼 我是这样子画 好 大家可能比我有创意 所以可以画你们自己的设计 好不好 好 鱼从贝壳里面出来了 还要去哪里冒险呢 嗯 我想一想哦 诶 这一次 Nemo很长时候躲在哪里呢 躲在海草堆里面 是不是 好 那Nemo从贝壳里出来 这是佩玄姐姐的故事哦 那小朋友有自己的故事的话 可以自己发挥好不好 好 那我就 换一只笔 ok 好 我画一个珊瑚 珊瑚 嗯 在 哇 好多好多的石头 那里 有很多很多的珊瑚 珊瑚有很多很多的设计 那佩玄姐姐就简单的画这几个就好了 ok 小朋友可以画自己的 好不好 好 嗯 因为佩玄姐姐想说 诶 这一只鱼啊 躲在珊瑚里面 跑出来 嗯 它又会遇到了什么呢 好 我再画多一点珊瑚 ok 多一点珊瑚 ok 好 嗯 那小鱼出来的时候呢 它会遇到了什么呢 哦 ok 这一次呢 可能它遇到了一艘大船 已经沉下去的大船 好 那 好 在路上还遇到了大船 那大船怎么换呢 好 我就 就因为呢 这个是开关口 那 可能佩玄姐姐把船画的大一点 那小朋友如果 有自己的创意的话 可以自己画 ok 用你的想象力来画咯 那我就画一艘很大的船咯 好 这个是那个门夹 这个是那个门夹 呃 然后呢 好 嗯 嗯 嗯 ok 船只的前头 好 嗯 还有什么呢 好 之前的船 嗯 可能以前的船 有那个三个镜子 窗口 圆圆的 ok 它已经放在了石 泥土里面 哦 已经沉下去了 好 这一艘很 很旧很旧的 船 可能有旗了 哦 那个旗已经 很旧了 好 哇 ok 好 那船 嗯 应该大致上就这样子 可能它是木船 好小朋友 你画了什么呢 可以跟佩玄姐姐分享哦 ok 还有什么呢 哦 有baby shark 哦 ok 好 Ditanic ok 遇到大鲨鱼 ok 非常好 谢谢你给我一个意见 好 遇到大鲨鱼 ok 那等下我最后画 好 ok 嗯 它还遇到了他的朋友 Jellyfish 嘿 你好 ok 可能我们接下来如果要加更多东西可以再加 好 那 到了这里刚刚看到留言有人说大鲨鱼是不是 好 那我这一次来画一只大鲨鱼咯 那大鲨鱼 嗯 它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口袋在这里 有没有 好 嗯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把鲨鱼的口 给画在这里 可不可以 因为呢 这只小鱼要进去鲨鱼的口 哇 ok 好 那这一次我就直接画鲨鱼的嘴巴咯 ok 好 我去画一个大大的C在这里 鲨鱼的口 好 那鲨鱼的身体 再来呢 鲨鱼 鲨鱼 要老鲨鱼还是大鲨鱼还是小鲨鱼呢 嘿嘿嘿 ok那 它遇到的可能是一个 grandma shark grandma shark 婆婆 好 那 可能牙齿没有那么的力 好 那我去画一个圆圆的牙齿 好不 好 friendly的shark 可能有一颗尖尖的 ok 好 这是它的嘴巴 哇 它遇到shark咧这一次 好 那鲨鱼的身体呢 我就把它借了下来 我就画了它的鲨鱼的那个 fing ok 好 哇看到了鲨鱼了没 像不像 好可以 好 那鲨鱼的头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它画下来 嗯 嗯 鲨鱼成型了 哈 grandma shark 好 grandma shark 嗯 可以 哈哈 那 那 漂亮姐姐可能 哎 鲨鱼有这个 呼吸的地方 ok 大致上应该是这样吧 好 那我们画到了 有鲨鱼 看到了titanic的船 到了山谷 啊 大致上 大致上故事就慢慢出来了 然后有自己的角色 小朋友跟得上吗 跟上吗 可以吗 就把这个分开来 好 那如果这个构图已经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一起来上色 好不好 那 好的 那佩玄姐姐呢 就赶快的赶紧把这个上色了 那小朋友可不可以分享给我 你画了什么呢 哎 是 好可爱的鲨鱼 我画grandma shark ok 好 有小朋友在画吗 可以分享给我吗 ok 好 那我就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用这个 这个 magic pen 比较快一点点 如果小朋友有 color pencil 也是可以啊 就是 总之用你的方式来上色就好了 ok 来create 来做自己的冒险 好 那 对面姐姐就 涂上了 赶快涂上颜色 小朋友 如果你做了 可不可以分享给我看啊 我这个呢 是海底的 小鱼的冒险故事 嘿嘿嘿 周里姐姐的冒险故事 ok 好我再换一个颜色 哎 这是一样的 好 ok 我就很 嗯 用我快速的方式 来把这个东西完成 那小朋友有时间的话 可以在家慢慢的画 好不好 ok 如果 如果 目笔彩色笔 比较快的话 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方式来彩 ok 好 那之前这个 佩浅姐姐是用蜡笔做的 用蜡笔做 所以你可以用你自己不同的方式 然后我 这个非常小 所以我是用那个彩色笔来做的 ok 好了吗 好 我就可能我再做一点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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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哎 棒已经出来了 好 我去了下一个 这个 我用我快速的方法 就把它 给上升咯 那海草可能 有很多不同颜色啊 可能 呃 换一换其他颜色好了 哎 有粉红色的 有粉红色的 粉红色的 比较梦幻咯 他来到一个梦幻的海底世界 然后呢 然后呢 有红色的 哎 然后呢 石头 我就用彩色笔咯 哦 好 那小朋友如果 你会去设计一些不一样的图案的话 都可以哦 这只是 提供参考 ok 嗯 ok好 那我再用不一样的 哎 我要拿其他的颜色笔了 ok 好 那其他颜色笔好 那 Titanic船 嗯 沉下来了 再换一下 不同颜色 以前呢 这艘船应该是很漂亮的 所以呢 它是紫色的 它沉下了之后呢 哦 没人看见 只有小鱼看见 哎 再来呢 嗯 小朋友发挥你自己的创意哦 那要不要分享给我 小朋友你画了什么呢 哦 哈哈 ok 哦 Villica画了公主 哇 好棒好棒 画了公主的故事啊 好啊 那再分享给我了 给我知道说 哎 到底公主遇到了什么冒险故事呢 好 ok 因为刚刚说了嘛 这个是以前非常豪华的 哈哈哈 豪华的船好 我就把它 踩上了 浪漫的颜色好了 紫色的 好浪漫哦 哈哈 ok 那裴点姐姐就用比较快速的方法哦 因为时间少了关系 那小朋友有时间的话呢 其实可以继续的在家慢慢的上色慢慢的画 然后还有更多的细节可以拆 ok 好 嗯 tada 我的tiger nick船已经完成了 好 ok 哇 蝴蝶 诶 有人画蝴蝶吗 是吗 ok ok 好 好 Seline 还没好 ok 那我遇到了一只 jally fish 它是荧光的 我踩黄色好不好 tada 哈哈 是荧光的 tada 嗯 ok 好 遇到了鲨鱼 鲨鱼 grandma shark 婆婆的 ok 它应该没有那么的凶 好吧 我就把它踩 嗯 它身上的颜色 小朋友这个呢 其实会花很多时间咯 那你可以慢慢的去踩 就大概给你知道说 这个四个口袋的这个故事呢 其实可以这样子玩的 所以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 可以做很多很多遍 ok 好 那每一次其实讲完了故事呢 小朋友可以自己发挥自己的创意 来写自己的故事 好 我踩完了 Gramma shark的 头的部分 然后可能我这里就留白啦 就不踩了 然后它的嘴巴里面 我就踩深一点的颜色 好 好 好像很血腥耶 but不用紧 呵呵呵 它看起来血腥 可是这个shut呢 是很friendly的 ok 所以你看啊 牙齿是顿顿的 不尖的 嘿嘿 好 嗯 那可能 旁边有很多 小鱼也是很怕的 鱼 赶快逃走 哦 好 好 那我完成了我的第一个 好 ok 来咯 那我现在回来 踩我的 Nemo ok 然后呢 我踩完了之后呢 我就要把它剪下来了 我用我最快的速度 赶快剪下来 然后呢 小朋友不要急哦 那你就得空的时候 你再 再踩好不好 再来把它做调整 然后越做越好看 像沛群姐姐刚刚那个 这个其实也是花了一段时间 因为在上色方面 也是花了一段 一段 一段 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不要担心 ok 好 亮晶晶水汪汪的眼睛 大家有看Nemo吗 嘿嘿 哎 是 ok 好了 那我的一个角色 还有它的冒险旅程 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好 再多一步就完成了 需要剪刀来把这个剪下来 哦 哦 这点姐姐忘了 这个 ok 大家小朋友都很喜欢做手工对不对 那爸爸妈妈如果在家讲完了故事之后呢 可能可以用这个方式跟小朋友一起互动哦 来做他们自己的故事 好 把这个剪下来 那我们的故事就完成了 那在剪方面呢 如果非常小像这一些啊 非常的小的话 可能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忙 不过小朋友应该自己可以剪得到吧 ok 好 啊 我的Nemo就这样完成了 哒哒 那如果能的话呢 小朋友可以画多几种不一样的角色 来配合故事一起讲哦 你可以 他可以遇到他的好朋友 另外一只鱼 他也可以遇到了其他的种类的鱼 螃蟹啊 还是什么样 所以呢 大家看哦 嗯 嗯 一只小鱼蟲 抱出来 离开了家 哒哒哒哒哒哒 他要去找谁呢 啊 这一次他第一次出门 他好害怕 他躲进去了珊瑚里面 嗯 嗯 嗯 到底有没有人呢 哦 我看到了 我的好朋友 Jelly哥哥在这里 好 那赶快走哦 这一次我还想出远门去其他地方 哦 我躲进去了 一艘好旧的破船 哇 哇 里面什么都没有 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有好多的金银珠宝 噠噠噠 噠噠 就有hh 嘱噠都寶 噠噠噠 我 進去里面 看到里面 嘿嘿 视穿黑黑的 什么都没有 嗯 还是算了吧 这里哪里都看不到 还是离开好了 赶快离开 回家去吧 这只小鱼 知不知道它刚刚去了 鲨鱼的身体里面呢 它不知道 是不是 故事就这样子讲完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小朋友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来制作自己的口袋故事书 就是那么的简单 小朋友如果得空的话 把它完成 然后分享给片玄姐姐好不好 OK 就是这样子就完成了 大家有没有完成呢 哇 哈喽 片玄姐姐 哈喽 你怎么把我画进去了呢 哈喽 对啊我刚刚好想到小鱼姐姐 哎还有鲨鱼 我帮你画进去了 哈喽你看 哎呀它是好鲨鱼 它不吃蜜蜜的 对对对它不吃蜜蜜的 哈哈哈 然后小鱼呢就会从这个山洞里面出来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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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们到这里找小兔子 要食物 然后这边是空的我还不知道 怕什么 最后最后呢小鱼就找到了它的蜜蜜 哈喽 哇好有关系 哇 好可爱 这个 好喜欢 哎谢谢你 是哦非常简单的手工 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制作啊 只是把它折起来 然后就可以发挥了 对 真的 真的很简单 而且它的属性 它整个故事啊就很好玩 所以在这里呢强烈建立小朋友们呢可以一起去制作这个小兔子哦 嗯 对对对 我自己也做得非常的开心 享受 哈哈哈 而且我姐姐我看到你很多有很多的小小宠物在旁边 小小的动物在旁边 这是刚才的对不对 对就是刚刚这个的之前做的 因为我在说哎小兔会遇到了谁呢 我就画了多几只宝物出来 猴子啦 然后遇到了鳄鱼哥哥啊 那其实我也可以再把故事再变了 如果你有很多角色的话呢 哦角色 那你可以把 可以把动物重新再编排过一次 啊 你去了哪里呢 对对对 非常好玩的一个 口袋故事书 哈哈哈 哈哈哈 而且哦 这边有超多的家长 还有小朋友们都说佩玄姐画得真好看 真的很好看 佩玄 佩玄姐姐你就用很短的时间就画了整本故事书了 哦 哦谢谢 很简单很简单 那小朋友我相信小朋友一定画得比我还有创意的 哈哈哈 因为当然当然那个结果都不一样啦 我是用简单的线条然后很快的去上色 那我相信呢 如果要画更多心思的话呢 可以再加更多的细节在这个书上面 嗯 对 我们刚才也有看到有很多人都说 其实上面有画了很多对不对 又有公主啊又有动物啊等等 那如果你们有画到的话呢 记得记得哦 我们可以上载到Instagram还有Facebook 那同时候呢我们可以hashtag 今天呢我们有三个hashtag 第一个呢就是hashtag Google Kids 我们有hashtag Learn At Home 还有一个hashtag呢就是呢 Wizard Bidin 哈哈哈 没错就是在这里啦 那大小朋友们 请大家呢把你们刚才画好的画作 这小姐姐这样子呢 把它拍上美女的照片 然后呢放上这几个hashtag 那佩玄姐姐就可以看到你们的作品了 哎呀我好期待看到小朋友的作品 哈哈哈哈 好那我们在这里呢 再次感谢佩玄姐姐 我们希望说很快就会见到你 对不对 对 会是几时呢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我也好期待 哈哈哈哈 那我们大人再见咯 但是现在呢我们一起说谢谢佩玄姐 拜拜 谢谢各位小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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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